以前有首國語歌嗎? 你聽!你聽! 不知道什麼鬼 有沒有說過講班學的? 國語歌兒歌 我小時候只聽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我忘記了那個歌詞 你知道我亨斑一句 我整首賭背給你聽 但這首歌呢 我小時候聽他說什麼 讀書很好 發神經 我都立即在罵他 我老爸說一句 你長大你就明白了 我現在終於明白 我也是很想聽那個 我自己也很想上學 那首歌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馬上找給我聽 學生歌要溫書 不是這首 是第二首 那首是國語 老方老歌集 這首歌叫童年 我真的一聽 我哭出來 以前是誰唱的? 為什麼變成廣東話呢? 以前是國語 原本是這樣的 我記得閃電全身機 譚玉京姐姐是播過國語版的 對 就是這首歌 有人找到給我了 等待遊戲的童年 你們小時候也有聽 但講 讀書了 有沒有心得? 有的 你哪科? 你有哪科想問我? 我答到的 一定答你 科科也講一下 每一科 你知不知道 一科學問 窮一生精力也未必能講到 所以盡量簡短 聖經 聖經 想多些教會 讀多些聖經故事 聖經 好像聽人說 聖經這科 就是可以 帶一本聖經進去考 就是 最好那本聖經 就是 改好 而獲得高分 溫數學 我認識 加減性 除1加1 微積分 微積分 不是很認識 那些 3cos 那些 45度 等於 開方2除2 這些我還會背 不是定理 A2 加B2 等於C2 還有什麼 主要用英文 不用其他 大把出路 放心 因為香港人 不是一個重視英文多 比自己語言的地方 很奇怪 是否今屆 A-Level 你是否A-Level Business Studies Business Studies 如果你有讀 Jogger 有些地方 其實是一樣的 Jogger的工業 跟locational factors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這些最重要 就是吹水 任何一個Business 都是吹水吹出來 任何生意路 都是吹拿手 你一定是要掌握把握 例如有一個項目 例如土地 我記得我考過年 就是問你 不知道什麼 整個 試論述 這個 locational factors 如何有利工業 我記得我 拿 例子 例如 香港 中環 你跟它說 技價多貴 多貴 銅鑼灣 你要多些例子 跟它說 考試期間 你要當一個效官 低能 為何我這樣說 不是一個操縱 你要當它 真的不值 你是在教一個 完全對生意老母 概念 以及你當是 困惹一個人 落雜 你現在要 水一個人給錢 這樣來說 令到它看得明白 看到它 賺到很多錢賺 你可以 如何學習 大叔入波 我先說 如何學習 你可以 當一個 LB 你找到多少下線 你會說到一條 很明確的方針 讓別人看 你看 你騙一個人進來 就幾百萬了 多好處 多霸佔 你說得很具體 這樣 就得到高分 明白嗎